我是來自新北市的盧州畢竟禮 謝謝 下一位節目是 演講者 演講者 是 我們宋先生 宋先生 演說 演說我們歡迎宋先生 這麼人還有這麼多人來 覺得還蠻感動的 尤其是這邊的志工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 我今天就來分享 就是最近做的一些跟反和有關的事情 那其實也算是一個公民 然後為什麼持續的在關心反和 我覺得持續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今天來到現場 特別感受到繼續做下去 然後不論多人也做下去這種心情 其實我有一些出發點就還蠻簡單的 我最近有去我們 我是基隆人 我最近有去基隆就是 因為我們那邊唯一的民選立委 就是謝國良前生 那我最近有去他的那個服務處 我並不是什麼大搖大擺 或者是很有 很有辦法 很有面子 就是純粹一個民眾 去去找立委這樣 那 其實就是老問題 因為我上次來的時候也講過 我覺得台灣現在港口呢 只有高雄港 它有偵測輻射的能力 而且它已經偵測出200多個 那個有有輻射污染的貨� 都是從日本來的 那都一一的退回去 可是其他的遭受輻射污染的貨� 可能從其他港口進來的話 就沒有辦法偵測出來 那可能就會流通到台灣的各個地方去 那特別是我看新聞 那裡面有很多廢鐵 那廢鐵是有可能變成任何東西的 也許是你家的櫃子什麼的 那可能就會接觸到有輻射污染的東西 就在你身邊 我覺得蠻危險的 那雖然這個事情其實已經很久了 就是在311之後 立委、盧秀燕就已經質詢過了 可是到現在問題其實一直都還沒有解決 那我說實在我不是一個就是說 一定要對方怎麼樣的人 我覺得如果政府沒有辦法說 在每一個港口都設置偵測 有偵測能力的那個門市偵測器的話 那是不是至少從日本來的貨櫃 它可以從高雄進來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要求 而且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所以即便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還是 而且即便我認為立委可能不太會理我 我還是就是默默的去了一下這樣子 那如果他不理我 我就只好再繼續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跟大家都有關 就是關於 關於輻射關於核災 其實它有好多事情 它不是那麼 它不是那麼遙遠 不是說一群專業人士在那邊談 談了就算了 它就是一個非常生活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呢 像因為最近知道就是一個訊息 像德國綠黨呢 從他們那邊的核電廠拿到一個資料 就是說核電廠在換燃料棒的時候呢 它的輻射污染值會特別的高 那我聽到這個呢 我就會覺得說 當然根據他們的研究 就是他們認為在核電廠附近呢 跟兒童癌症的比例 也會有一個正相關的關係這樣 那我知道這個之後 因為我基隆市剛好是距離核一核二廠都很近 那其實廣義來說的話 其實連台北都算近 那我就會希望說 是不是台灣的核電廠 也可以告訴我們 它換燃料棒的時候 那也許那一天 我就不考慮出門 那我覺得這個也 也不是什麼很難的事情 我也沒有要你三預算 我也沒有要你現在 就去把核電廠拆掉 就是不管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即便你的立場是支持核電廠 即便你的立場是支持核電 至少在防止輻射危害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應該是有共識的 那我希望這些簡單的事情可以先做這樣子 那雖然說那個 去了立委服務處還是沒有理我 可是我之後有機會 我還是會持續的講這件事情 那其實一直走下去的人 有很多像主婦聯盟 主婦聯盟一直每天都有在看那個衛福部 就是衛生福利部對於從日本進口來的那個食物的一個監測這樣 那他們都有去調那個報告 那衛福部有一個新聞稿是說 他們現在已經把標準調得跟日本一樣 就是都跟日本一樣都是每公斤每公升100貝克這樣 那在這邊我暫時就是不解釋貝克是什麼 那你就知道它是一個標準就好了 可是呢就是你可以去上那個主婦聯盟的網站看 或者你甚至直接到衛福部去搜尋 從日本進口來的食物 那其實裡面我看到很多都不算很低 以前也有超過100貝克的 那即便說現在把標準調到100貝克 還是有幾十貝克這樣 那我看的那個食物的品名 有的是小麥粉 那小麥粉可以變成很多很多種東西 你也不曉得你會吃到哪一種有小麥粉變成的東西這樣 那可是它都不公布廠商的名字 也不公布廠牌的名字 那就讓人彷彿勝法 那如果我們想要防止這些事情的話 就真的只能就是繼續走下去 然後希望更多人更關心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都非常非常基本的事情 至少我們都很關心食品安全 否則那些什麼先來 就是最近有先來的爭議 或者之前什麼塑化劑那些 不會引起大家這麼多的注意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基本 那其實就算是我們跟日本的標準一樣 就是每公斤或每公升100倍克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那怎麼說很有問題呢 是因為在日本核電廠 就薄熙差於那個連連出發的核電廠 而且跟我們合一同行 我記得是這樣 那個核電廠曾經七八次大火過 那在那個核電廠 東京電力所公布的關於核廢料處理的方法 就有說即便100倍克以下的廢棄物 都是要裝到罐子裡面嚴格管理的 那要送出去場外的時候 也是要經過水泥 或者是沙子來包覆 這樣子才可以去運送它 那你想想看 本來要做那麼嚴格管理的東西 現在變成 可能會變成我們的食物 那是一件多糟糕的事情 所以日本有一個反核的議員 叫三本太郎 他本來是一個藝人 然後他就說 現在日本就是讓小孩子吃核廢料 我覺得這句話就是 也不能說是傳神 他就是事實 就是 你現在就是有可能讓小孩子吃 吃那些本來應該裝到鐵罐裡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吃進去 這樣子 所以這100倍克也是相當有問題的 那可是 我講到現在 我倒不覺得說我已經精疲力氣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或者說還不夠的去注意它這樣子 那我相信也有更多更多廠商 他不明白吃多少劑量會有什麼後果這樣 比方說如果你每天吃10倍克就好 你一直吃一直吃 你大概吃個600天 你就可以累積到1000多倍克 這是日本的民間團體 去翻那個國際原能總署的資料發現 可是大部分的民眾 不要說標準的 他一定連這些都不知道 那所以只好在這邊不斷不斷的去講 就是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也持續的就是說 很榮幸有受到一些單位的邀請 然後出去做一些演講 那其實我出去演講 雖然是我就像現在這樣子 好像是我講給你們聽 或者我做得比你們高 但是我去我常常是拜託人家的 像我最近有到醫學院演講 也有去學校裡面對老師做演講 那我其實就跟他們說 其實這些事情的主角是你們 這些事情的主角是你們怎麼說呢 因為比方說像輻射如何傷害健康這個事情 其實是醫生懂的一定比我多 他基礎的醫學知識一定比我們多 或者是他們才應該站出來呼籲 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社會正常的運作是這樣的 就是像以前的那個林杰良醫師一樣 就是他們出來警告 不是我來提醒大家關於食品安全的事情 那其實像我覺得這個真的有差 就是像日本他有邀請很多很有名 對輻射危害特別有研究的醫生 到去演講之外 他們其實都通常還會辦一場研討會 就是大概長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那是醫生跟醫生之間的交流這樣 可是台灣就是目前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那我就是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醫生站出來 那了解關於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輻射的危害它其實是一個不斷在 還有很多東西要了解的 在日本還有 因為日本有被廣島原子彈炸過 那像那個現在松山文創就有攝影展 就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主辦 那你就可以在那個攝影展裡面看到 輻射對人體的傷害 那這些受害者呢 他到現在都還在跟那個法院告 那跟法院告之後 就有更多更多的疾病 就被認定是跟輻射傷害有關係 所以我們關於這方面的了解其實還太少 那需要專業人士的加入 那對老師也是一樣的 對李華老師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說那個元素 那個元素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些從核災當中跑出來的元素 它到底如何的傷害人體 它有哪些化學性質 這些事情其實在日本 李華老師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們平時都在摸這些東西 不像我們就是可能閉了業之後 那個什麼元素表著就陰望的一個惡情 然後以前在念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什麼感情 那我因為自從那個接觸核災的資料之後 我對於這個李華這個科目 就感到相當的有感情 怎麼說呢 因為我就一直很害怕那個 福島四號機的那個燃料池出事 因為它一出事的話 是整個北半球都出事 那可是 所以是常常注意到 它那個燃料池溫度會不會過高 因為它如果出塞的話 溫度就會過高這樣 然後我就會注意到說 它東京電力的管理溫度是60度這樣 然後如果超過60度的話 這裡面一大堆元素可能就會出事這樣 那以前那些 以前對我來講很生硬的那些 李華課本上面的知識啊 什麼廢點啊 有的沒有的 以前都覺得很無聊 然後現在都覺得好緊張 因為它都跟我生命息息相關 所以我也是跟那些老師講說 你在課堂上提這個的話 其實會增加學生對於 學習那個科學知識的興趣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呃 呃 呃 我不想不知不覺 我今天講十分鐘 我講十分鐘了嗎 欸 你還不太知道 繼續 好沒關係 因為我 本來是用十到十五分鐘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也跟那些老師講說 在德國 決定要不要廢核這件事情的委員會呢 它其實裡面是沒有合工專家的 它沒有合工專家 這件事情的決定是由各個學問的一些代表人物一起來決定 那其實在台灣剛好是相反的認知嘛 就是有些人覺得像核電廠這種事情 必須要由電力專家或者是合工專家來決定 可是因為它其實是牽涉到整個社會上每個組成分子的事情 所以它其實沒有 它其實不應該那樣片面的決定 像 以我這個住在核電廠附近的居民來講 我所受的風險 可能就比住在台北市的人來的大一些 那是不是我應該就是說 這種考量 這種考量它不是只看科學家的這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為我一直在低碳生活部落格 它是一個教大家如何節能減碳的一個部落格寫專欄 那我上次有提到之前寫的進度 我之前就有提到說 像日本現在也推出很多很簡單的節能產品 比方說節能產品 比方說那個節能洗衣精 就是你買那個洗衣精 你就可以用洗衣劑裡面那個快速的那個流程 那可能你本來一個小時或四十分鐘的一個流程 你就變二十分鐘 那節電呢就會節到百分之五十八以上 那現在也出兩個品牌了 那也就是他們整個社會有慢慢的動起來 我都 我通常出去講 我都不會講什麼太複雜的事情 那其實你可以從這麼一點點事情 你可以感受得出來說 一個社會到底有沒有整個動起來去做節能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那即便你買不到那個節能洗衣精呢 也有非常簡單的方法 這個是在日本政府的節能網站上面 由民眾所提供的 你在洗衣服之前呢 你就可以把古老的洗衣板拿出來 然後把它甩一甩 你就讓它比較好洗 你就可以減少你的那個洗衣的流程 其實就是很簡單 蠻生活的事情 就提醒大家這些事情 然後呢 特別是我 我會注意到就是說 節電對於大家生活帶來的變化 我覺得我對這個蠻有興趣 它不是一個就是單純說什麼 為了省錢這件事情 它會帶給大家那個人類社會 一些新的影響 比方說有的日本民眾就會說 為了節電就大家都擠在同一個房間 一起睡覺嘛 就開一台冷氣就好 那其實這個可能就會帶來 新的一種社會的一個風景這樣子 因為可能以前 也許是像住三合院的那樣子 大家庭你才有機會 就這樣大家潰休這樣 可是因為節電的關係 它帶給大家一些生活上的變化 那我覺得最感動的就是說 有的民眾因為節電 他的想法就變了 他現在碰到新的東西 他就會想說這個東西有沒有必要 那我覺得像我自己也是 我其實不能算是一個很嚴格的 那個節電的人這樣 可是我覺得像我今天 我剛來的時候 我就去上台北車站的廁所嘛 然後我本來是 一般廁所它不是都有那個置物價嗎 我要把手上的東西放的時候 我發現沒有置物價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想不到這麼基本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會沒有 結果我一低頭一看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小便頭有一個螢幕 小便頭上面有一個螢幕 然後我就覺得他好故意喔 他應該是為了要讓我看這個螢幕 然後不設置物價你知道嗎 可是我就覺得說 在一個小便頭上設螢幕 那有那麼多小便頭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奢侈喔 然後他就為了廣告效益 然後就這樣裝了一個又一個的螢幕 可能是LED吧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現在的那個社會的生活真的變得很 有點被電給寵壞了 就是要用什麼就用什麼 就是你可以從日常生活當中 很多小小的地方 像門鄰 其實門鄰不需要用電 門鄰只要用機械就可以做到 就是有很多大大小小這樣的事情就對了 那我在那個低碳生活部落格 其實都寫一些蠻簡單的事情 那因為時間不是很多 就簡單講個例子 像日本要推夏季節電的話 他現在已經鼓勵大家下載APP 就是應用程式 那下載APP要幹嘛 就是說電力快要持緊的時候可以通知你 那可是台灣 就常常會有人問說什麼 台灣缺不缺電啊什麼 那我的答案就是說你先節電再講 或者先把這麼簡單的節電動作 先做了再講 那就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節電料理 怎麼會有節電料理 就是冬天的時候就炒那種烹飪專家 來叫大家做一些什麼小黃瓜涼拌啊 吃了也會對身體降溫啊 那冬天的時候就叫大家做一些 也許是薑膜也要什麼東西 就是吃了身體比較暖和 然後就比較不用開軟 我講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就是他們那個節電網站 甚至還有節電女子 就是感覺上fission 或者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鼓勵大家節電 那就是冬天的時候 那個日本政府就會鼓勵大家 他們會跟溫泉業者合作啊 就你在那個節電網站 你可以一個連結就到溫泉業者 然後就看有哪些很棒的溫泉 那就出門去洗溫泉 然後就不用待在家裡面吹暖氣 就很可愛的那種 我覺得是 也許對那種人類社會帶來那個新的風貌 我覺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那 關於這個飛河的事情呢 我今天打算用一半的時間講飛河 一半的時間講一下多元家庭 那關於飛河最後一件事情 是我昨天剛寫好的文章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看 就是那個 那個是在講就是日本一個新的核災紀錄片 現在日本有各式各樣的核災紀錄片 像這一陣子綠盟大概只到這個 大概影展會持續到月底吧 那會在那個新北施跟松山文聰那邊 那有動物的紀錄片 那今天晚上已經爆滿了 或者是那個一般災民 有各式各樣的核災紀錄片 那也有性少數的從跨性別 從同志的角度去看核災這件事情 那我昨天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紀錄片 他在介紹一匹馬 就是核災中這匹馬的故事這樣子 那電影的名字叫做紀馬 紀典的紀 然後馬的馬 他是紀典在用的馬 那這隻馬很有趣 這隻馬本來是一隻賽馬 那他是一個蠻 就是常敗將軍 我不是說常勝將軍 他是一個常敗將軍 他連續四次出賽 他都是跑最後一名 那因為都跑最後一名 所以他很快就退休了 那你想說他退休他是去移養天年嗎 當然沒有這麼好過你知道嗎 就是日本人會吃馬肉 所以日本每年要吃掉一萬隻的馬 所以這隻沒有辦法贏的馬呢 後來就到那個 就是到那個 就是被養在一個地方 那之後會被抓去殺 然後被人類吃這樣子 那在那之前他要作為就是祭典的食用這樣 那後來這隻馬怎麼了 後來這隻馬就遇到三一 就遇到三一核災馬 那遇到三一核災他就被迫了 那被迫了他怎麼樣 他就不用被吃了 因為他被迫了你沒有辦法吃他 就很微妙那個紀錄片我覺得非常有趣 對啊 然後這個文章大概兩個禮拜以後 在台灣禮包刊出 那是寫在那個環境前線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也很有趣 透過核災這個事情 我覺得開始看到以前沒有看到的事情 所以關於反核啦 關於核電 他其實背後 我覺得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就是很令人具有好奇心的 可以慢慢的去觀賞這樣子 好然後我剛剛有答應 不是答應啦 就是我主動提的 因為來參加之前 我有問那個找我的人說 好像這邊已經可以講一些別的議題了 那我今天就來講一下那個多元成家 對 大家對多元成家有期待 對 好其實我要講的也不算是真的那個多元成家 因為我覺得那個很多問題的關鍵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出來反對多元成家 他其實是反同性戀 我相信如果今天是一堆異性戀出來喊的話 他可能不會反對這麼激烈 所以我還是從那個同性戀來著手 那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自己就是一個男同性戀 就是 好謝謝大家的鼓掌這樣 那你們鼓掌補的是對的 因為我要來講一下那個同性戀對社會的好處 對 對 然後我自己覺得 因為應該是這樣講 不管是文化 就是人類社會裡面 多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以同性戀為例 我不知道大概有一定年紀的人 我剛才知道那個主辦人他有30 這可以講嗎 你有30多歲可以講 對 對 是我30幾歲 因為我剛剛才發現 我跟他都有看那個千面女郎 玻璃假面這個漫畫 那這一定是大概30歲的人才會知道 就是以前有個很紅的歌手叫做張慶芳 因為我們跨年輕人不知道 然後他有一首歌叫做Mass Talk 那個歌名就是男人之間的談話 那個歌詞就是在說一對情侶就是有隔閡 那這個隔閡呢 是因為這個男方他有什麼心事呢 他就找他男性朋友來講 那這個代表什麼 就代表一對異性戀情侶呢 他有一些溝通的障礙 那他認為這個溝通的障礙呢是出現在性別 是因為他們性別不同 所以會有這個溝通的障礙 可是是不是真的因為性別不同呢 我也在一些同性的情侶上看到 他有一些事情是不會跟他的伴侶講的啊 這跟性別無關啊 那我講這意思是什麼就是說 如果這個世界上同時存在著不同性別的情侶 跟相同性別的情侶 你這樣去對照的去看的話 你就看得到說有哪些問題 他是真的是因為性別而發生的 還是還是跟性別無關 那要了解這個事情 他其實需要不同的對照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覺得特別需要多元文化的關係 就是就好像說我們現在雖然是一個高度經濟發展 然後已經脫離自然環境的社會 可是你還是可以從原民文化當中去學到一些事情 然後呢 關於同性念對這個社會的好處呢 來講第二點 我以前在看那個希拉蕊 就好久以前希拉蕊在幫柯林頓祝選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希拉蕊吧 剛剛那個阿嬤也有知道希拉蕊 對 那就是希拉蕊在柯林頓選戰之前 他是一個不太 他沒有喜歡把自己打扮得很女性化的一個女生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女強人模樣 可是他先生要打選戰的時候呢 他就會裝得好 就是他會把他的打扮柔性化 然後做一些總統夫人該做的事情 比方說烹飪啊 或者是像現在趕恩節要烤火器什麼之類的這樣 那這個很多總統夫人都會去做 然後這個現象其實就是世界各國都有的嘛 就好像周美欽他明明是一個好像是金融財經界的專家嘛 就是他當了他變成總統夫人 這還不是他自願變的 是他先生選上總統之後 他才成為總統夫人 然後他成為總統夫人之後 然後好像就要去做一些那種宣位僑胞 或者是參觀孤兒院這種事情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惜喔 我覺得很可惜啊 因為不管是周美欽或是西亞蕊 他們都他們本來都不是做這個啊 或者即便蔡英文也一樣 他明明是一個對 我覺得他對政治或經濟比較有興趣嘛 可是他就要被塑造成一個大姐姐 就是會你會看到那個性別分工 在異性戀社會為主的這個狀況這樣子 那如果同性婚姻合法的話呢 我覺得會動搖這件事情 怎麼說呢 那個美國駐大阪跟神戶的領事 是一個男同事 他在國外合法結婚 他有一個同性配偶 那他這個同性配偶呢 就被邀請 因為他們歷任的那個領事呢 都會有一個類似夫人會那種組織 就是只有女生會參加的 那他的同性配偶就成為這個夫人會裡面的 第一位男性成員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對異性戀來講 特別是對女性來講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我相信如果一個夫人會裡面有很多 慢慢的有一些男生進去的話 他就很難維持一個夫人會 而且大概有很多事情 不會再那麼順理成章的推到女生身上 比如說過年過節就是媽媽在忙 或覺得媳婦應該來幫忙什麼 如果這個社會有越來越多的那個 那個男性的媳婦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人對社會來講是一件好的刺激這樣 對 然後呢 再跟大家報告一個 我覺得就是我活在同性戀社群裡面 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就是也不是說同性類的本質什麼的 而是因為我們就跟異性戀不太一樣 那沒有那麼的被異性戀文化所說服 那我覺得在同志的討論版上 對於性這件事情是 態度是比較自由的 那個自由不代表說一定就會去爛交什麼 就是有的人他的性生活可能比較豐富一些 那有的人就懶得作愛 像我就沒有那麼積極 對 那可是不管是怎麼樣想法的人 在同志社群的討論區上都會得到支持 可是如果是 如果 因為我是那個鄉民 我會常常去看那個BBS PDT 然後你只要去看那個SEX版 就是以異性戀為主的那個性的討論區 你看那個鄉民動不動就會說30公分啊 然後動不動就會展現男性雄風啊 然後女生大概動不動就覺得自己這裡也需要改善 那裡也需要改善 為了性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好累喔 然後很希望他們來那個同志 同志社群的那個討論區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還蠻信信我活在一個那個同性戀社群 其實同性戀社群裡面還是有很多 從異性戀複製過來的很主流的想法 可是因為他 他沒有那麼完全地活在異性戀社會裡面 所以他會有一些比較沒有收到我們 我覺得是沒有收到文明的污染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來講 我就覺得相對來講 我覺得蠻舒服的 像我有那個 我有一個快要50歲那個家庭主婦朋友啊 然後他老公因為太健康了 所以每天早上都會那個想要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蠻困擾 每天早上都好像就被被騷擾這樣 就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坦然的可以可以講得出來 那這個事情其實在很多那個女權的那個 出去做那個婦女演講的朋友們 他們也會遇到 就是很多婦女都有這個困擾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麼多人在反對多元成家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 怎麼講 我覺得蠻可惜的 就是蠻可惜跟蠻遺憾的 因為光是我們這個社會裡面就存在著很多 互助的 我不要說是家庭互助的制度 特別是原民社會 那我覺得那個很值得大家珍惜 比方說在大台北呢 就有西州部落 他之前有被迫遷過 那他其實是一個集體生活的社會 就是 如果你不管是失業或怎麼樣 你還是可以回到那個社區 然後就被當成一份子 繼續大家一起生活下去 可是我們其實活在都市裡面其實是蠻無情的 如果你不屬於某一個家庭的家人的話 你就會被拋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其實覺得這不太溫暖 你知道嗎 就是對於家庭的定義可以擴大這件事情 特別是我們現在可能就是說低薪啊 或者是經濟不發達 就是以後大家還有很多危機要度過的時候 我倒是覺得原民的那個 原民的有一些社會組成的方式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參考 或者是像他們其實有那個 社區互助的那個土耳所很冷 所以講得有點痛 不好意思 就是他們有一個伯特利 也是在大台北這邊 然後就是有一些人出來幫忙帶小孩 然後教小孩子一些東西 那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觀念是 比方說你小孩子一寄 你可以一寄就寄兩三天 你兩三天之後再來拿 不是 就是再帶回家這樣 那我就覺得那個很輕鬆啊 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由同一個人來生 然後由同一個人來養 由同一個人來帶 由一個父母來處理 關於這個小孩所有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蠻可怕的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事情蠻可怕的啊 因為我很怕小孩子吵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很希望 至少那個小孩子很吵的那段時間 是不是有哪個人可以多幫忙帶這樣子 我可以幫忙其他的部分 我可以多出錢什麼 但是那個 我還蠻恐懼這部分的 那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專長 那他在照顧小孩子 他可以負責不一樣的功能 像我之前 我高中的時候 我就一個男性的同學 他就很厲害 他完全不怕小孩子吵 因為他家從小就是做保姆 隨時都有六個嬰兒在哭 所以他對於那個嬰兒哭 他完全沒有感覺 你知道嗎 那我覺得這種人真的是 照顧嬰兒的天才 就是我非常的想要 如果我有小孩的話 就很希望他能夠照顧 不然像我這種又怕吵 然後萬一如果被吵到那個 提摩基不好 就萬一做出什麼 那個罵了小孩的事情 就很不好這樣 我是希拉蕊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帶小孩這件事情 需要整個村莊的協助 所以我不是 當然如果一對父母很辛苦了 把所有照顧小孩的各種責任 都染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那個很偉大 但是如果社會上有一些 不同的分工方式 可以來處理這個事情的話 我會覺得很好 好像差不多了 最後還有什麼事情 因為我在偷看小超 對 還有就是 好 最後再簡單的舉一個例子 就是剛剛有私下跟工作人員講 再用兩分鐘講一下就好了 就其實蠻奇怪的 就是說大家來反對 反對多元成家這件事情 我覺得蠻奇怪 那我不是站在一個爭取統治權益的立場 我是為了一心臉好 我是為了一心臉好 我真的是為了一心臉好 我以前就 我覺得以前還有蠻多 對於台灣婚姻制度的檢討 以前還蠻多 特別是婦女運動 常常會提出一些檢討 台灣的離婚難度 是世界上數一數二高的 這件事情其實還蠻恐怖的 對 那 可是這些檢討 在這陣子 當很多人出來 反對那些 反對多元成家的人的口中 你就會覺得 奇怪他們好像覺得 婚姻制度很完美這樣 就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奇怪 就其實婚姻制度 一直有被檢討 比方說 家務有幾次 就是一個媽媽在家裡很辛苦的 來操持家務 然後她的先生 飛狂疼打 當上董事長 那可是有一點拋棄她 她過去的付出要怎麼 要算多少錢呢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那這件事情呢 在多元成家裡面的 那個伴侶制裡面 是明確的被規定進去的 這很奇怪喔 就是如果說 你是以伴侶制結合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明確得到 家務有幾次這個東西 可是你在婚姻裡面 你倒不見得能夠得到 就要看法官重不重視這個事情 所以說到底 其實伴侶制我看起來 我不覺得 他的那個彼此的羈絆 會比婚姻來講 除了通姦罪這個之外 對 那那個台灣 台灣對通姦罪誤解也很奇怪 台灣就是 很執著於那個刑法的通姦罪 大家知道 通姦除罪話指的是刑法的處罪 不是民事的喔 刑法就是說 我不會把你抓去關 我不要用那個牢獄之災 來處理你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問題 這樣會顯得很 很奇怪啊 就是你們兩個事情 還要國家去用那個牢獄來 來賢之那很奇怪 那是民事上 你可能還是要做賠償 民事賠償這件事情 比較重要 而且他的羈絆力其實更大 就是錢比那個關三個月還要來的重要 我剛剛有跟那個 講完這個 講完這個 這也不算有趣 其實有點悲劇的例子 就結束了 像日本啊 因為他是還算蠻重視民事賠償這件事情 所以有很多那個中年婦女呢 就巴望著先生 退休領到退休金的那一天 因為先生領到退休金的那一天呢 他的財產就變多了 然後就可以大家兌份這樣 那那個太太在 在期待著這一天的來臨的時候呢 他就會開始做一些準備 比方說去學個一技之長啊 或者收集可以離婚的資料啊 然後到那一天再來拿這樣 那如果你從負面的角度來看 可能會覺得很不好 可是至少他有在打算這樣 可是這件事情是提醒我們 這件事情是提醒我們 就是先生下班之後 不要一直碎碎念 先生下班之後 碎碎念 真的我有很多那個 週年家庭主婦朋友 然後下班之後 那個先生下班之後 被睡醒那個人 他就氣得想要離婚這樣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萬一他退休之後 如果整天都在 日子都不知道怎麼過下去這樣 所以這邊倒不是想要回 不是想要拆散家庭 就是希望大家那個 努力的經營家庭 不要都突然有一天 發現回到家以後 突然變成整個都空的 然後小孩老婆都跑不見 我不是在開玩笑 就日本真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就等到你領退休金來一天才爆發 那總而言之 還是希望大家有好的那個姻緣 那今天就這樣莫名其妙的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家庭